你知道蜘蛛侠的蜘蛛感应能力有多强大吗 在漫威的设定里 蜘蛛侠彼得帕克的超能力 是源自一只变异的蜘蛛 当彼得被这只变异蜘蛛咬了之后 就获得了各种强大的超能力 其中包括能够在墙面上自由攀爬的吸附能力 能够免疫大部分毒素和病毒的免疫能力 能够拉停火车的超级力量 以及超快的反应速度 敏捷度和耐力 甚至在除代蜘蛛侠的设定里 蛛丝发射的能力也是被赋予的超能力之一 只不过在后来的加菲版蜘蛛侠跟荷兰地版蜘蛛侠中 才把蛛丝发射的设定 改成了是通过自主研发的蛛丝发射器发射 而在这些众多被赋予的超能力中 最强大的能力是蜘蛛感应能力 蜘蛛感应能力在设定里 是一种在危险事件发生时 提前感知潜在危险的能力 该能力的特点有 提前感知危险 预判和提前反应 以及能够察觉视觉之外的威胁 这也就是类似于海贼王 剑文色霸器的设定 蜘蛛感应能力的触发 会随着即将发生事件的危险性增加而增加 此外 蜘蛛感应能力在设定里 不会对彼得主观认为不具备威胁性的人物起作用 而在电影宇宙里所出现的三代蜘蛛侠中 每一代蜘蛛侠都将蜘蛛感应能力发挥得很好 比如初代蜘蛛侠在最初获得蜘蛛感应能力之后 就上演了一次英雄救命 并且在与恶霸同学交手时 也是完美地躲避了对方的攻击 并在蜘蛛侠依的最后 通过蜘蛛感应能力 躲避了绿魔的偷袭 让对方自失了恶果 而在之后的蜘蛛侠三五 黑化后的彼得也在与小绿魔的战斗中 躲过了南瓜炸弹的攻击 并潇洒地走去 而到了二代加非凡蜘蛛侠 他在获得蜘蛛感应的能力之后 就躲避了地铁上脚混合们的戏耍 并在回家之后当着梅姨的面 表演了一次独手抓仓 当他穿上蜘蛛战衣之后不久 就被一名是非不分的警察开枪射击 但蜘蛛侠人是靠着蜘蛛感应能力完美躲避 而在超凡二里 蜘蛛侠在与反派电光人的战斗中 也是靠着蜘蛛感应躲避了攻击之后 救下了深陷险境的路人们 最后就是三代荷兰地板蜘蛛侠 这个版本的蜘蛛感应能力 则是被展现得更加具象化 它能够感应到数千米之外的威胁 也能在绿魔产生邪恶想法的第一时间将它定住 其中最逆天的是在蜘蛛侠英雄无归翼 奇异博士为了夺回彼得手里的魔盒 将小蜘蛛的灵魂打出 但是失去灵魂的小蜘蛛 若生仅是凭着蜘蛛感应能力 就躲避了博士的夺具 而在蜘蛛侠英雄院真里 则是展示了蜘蛛感应这个能力的重要性 当彼得因为对自我的怀疑 失去了蜘蛛感应能力之后 被神秘克通过全息影像 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后来小蜘蛛重拾道星 恢复了蜘蛛感应能力 才打败了神秘克 如果没有蜘蛛感应能力 蜘蛛侠就会一直被这些拳吸影像所迷惑 没办法找到神秘克的本体 并将它打败